主料,净炒鱼肉250克,辅量,鸡蛋1克,干淀粉15克,料90毫升,葱20克,姜10克,蒸鱼脂油20毫升,化身油15毫升,盐3克,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炒鱼去淋鸡内脏洗净,用刀切出鱼身上的肉,先携招切一刀,不要切到底。 第二刀的鞋招切到底,切好的加刀片,切好的鱼片加蛋清,淀粉,料酒,盐,把鱼腌制30分钟,锅中把水烧开转小火,放入鱼片,划散,把鱼片变色,盛出放入盘中,在鱼片上打一些葱姜丝,再浇上一手热油,再加上蒸鱼齿油,一道美味的白灼鱼片就做好了,烹饪技巧 一,鱼片的时候,再刀上磨一些水,这样好鱼鱼 二,煮鱼片的时候,带鱼片变色就马上成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谢谢观看